刚刚和黑皮两个人在内地和空着军 回来路上看到别人在搞个钓链链 黑皮说别人钓了五六条 一次一把火拉起砍了 哎呀真的有啊 我们昨天钓怎么没钓到 昨天空军 这是可以啊 这个大的估计有 有七八斤啊 哎呀 两个花呢 三个白一点 漂亮漂亮 多长你干的 六米三 六米三 今天黑皮在内井河搞了一天 现在几点钟了 黑皮 六米三点钟 现在快三点钟了 两点四十五 那钓一会吧 还是他钓一会 说不定等会儿有鱼 昨天和黑皮在搞个钓了一天的连拥 一条鱼都没钓到 然后我们今天去内井河钓鲫鱼 内井河钓鲫鱼回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这个钓友钓链用 它钓了五六条 而且都是大花链 所以我现在按着它钓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钓得到 它是用了六米三的干 但是我今天没有带六米三的线组 所以我刚刚把这个七米二的线 剪掉了一点 剪掉一点就把它当成六米三的用 和它钓一样长啊 它说的是上午口还可以 上午六点钟到九点钟口还可以 过了九点钟之后没什么口 下午没钓到鱼 我看一下等过四五点钟的时候 会不会来口 绑了之后用劲拉一下 宁愿现在把拉断也不能中鱼的时候断啊 六米三的根 三号主线加上二号的子线 钓一个五六斤的花莲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来调漂啊 调漂也很简单 带上耳料拌水调一个三目就可以了 因为三目是最好看漂的 废荒啊 终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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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了以后五六干 因为这个水是往我们左手边走 所以我做它的左手边 这下面真的是有余 反正是摆一点 看一下是正口还是毛道的 一个大开一瓢 他先顶了一下 顶了两目然后一个大开一瓢 好 好 哎 他看一下是吃了上高还是下高啊 吃上高 下高 哎 上高 他就吃了上高的耳料 非常重的一个口 这是一个正口 对 十二点方向 终于上鱼了 这个糊干了三四天 三四天都没钓到鱼 你今天都给倒了 终于把它给下来就 钓链用一般上钩挂耳 下钩空钩 钩距大概三个左右 他鱼是喝这个雾化的水 所以说一般下钩啊 白脸下钩种的比较多 他直接吃进去 但是刚刚那个鱼 他是直接吃这个耳料 证明这个鱼比较饿 好歹你的技巧啊 钩子抛出去 等这个浮漂翻身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水线压下 正好把这个钩子往回来收两米 嗯 收两米等会你种大鱼之后 你就能把钩子顶起来 如果说你钩子抛的比较满 种大鱼非常容易拔河 寡不够的鱼情就是这样啊 有口能抱护 没口的时候让你哭啊 我们两个人三点钟钓了鲜盖 现在六点半 钓了三个多小时 就我一来 钓了个白一点 现在一直没口 所以我决定收干了啊 明天明天一定要早点来 把这个鱼给抓住 他今天钓的这个几个鱼 确实漂亮 都是早上钓的